一位作家曾經這樣問 你說到底冰島有什麼呢? 如果你要我給答案的話 我可以坦白地告訴你我完全不知道 這個位於世界盡頭 非常接近北極 而人口又只有三十多萬的國家 到底有什麼呢? 我和我老婆將會在之後的八天一起去找答案 冰島有非常多奇特 但是有非常震撼的平原和山谷 他們的夢幻程度 簡直好像不屬於這個世界一樣 這次我們的旅程 就會去到這些地方 見識一下這些超自然的景色 冰島的噴泉都是很享負成名的 我們今次的旅程絕對不會錯過它 如果那次你八分鐘噴得厲害 對,它還要儲存 你看,好像我是人 和日本一樣 冰島是位於地殼活動非常活躍的地區 所以這裡有很多溫泉 無論是野外很原始那些 還是人造走高檔路線那些 我們今次都會去浸一下 冰島這個面積只有大概十萬平方公里的島國 裡面竟然有幾千個瀑布 我們今次會去到最有代表性的幾個 親眼見證一下它有多震撼 冰島的東南邊有幾個冰村 我和老婆將會冒著極地氣溫 近距離觸摸一下這裡冷到入心的冰塊 我看了冰村 對,今天很厲害 是嗎? 是嗎? 好看嗎? 好看 作為一個島國 海岸絕對是構成冰島很重要的一環 我們今次的旅程會去到岸邊 見識一下這裡的沿崖峭 還有黑沙的海灘 並且會在這裡欣賞日落 看著太陽跌落無限伸延的水平線 我們今次就要來測的地方 對,前方之間 尾部的馬列 一定會是尾部的林包括 西湖濮 -埃製浪 西湖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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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冰島有的,又怎止異常這麼少 這裏等著我們發掘的還有很多 所以千萬不要錯過我們今次的冰島極地有 這裏的冰島極地有的